大家好,很多人都在说啊,说这个习包子最近身体不好,然后呢脑子陷入混乱啊,办了一件特别的糟糕的事情 把土工中国的巨大的海外的秘密给自己亲自主动,亲自领导给曝光了 现在北京中南海这边乱成一锅粥 什么事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啊 说这个土工北京,它不是有个巨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统战的这么一个体系吗 最近在王沪林的亲自领导下就搞了一个全球地世界啊 世界华人华侨社团年一大会啊 叫做什么乔里,就是海外华侨的领袖人物 一起呢是云集北京 开这么一个会,对吧 然后开会就开会呗,都第十届了是不是,每次开这个会啊,都特别的小心谨慎啊 都是很秘密的,就这么一个东西,一般意义上你开这些个会的大概期的流程,我也是知道的啊,就是你现在政协的人呢,比如王沪林政协主席出面跟他们见个面是不是,因为这些主席只是一个小人物嘛,他不会上人民日报的头条 不会上人民日报的头条,他就不会引起其他的媒体的关注,也就没那么多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呢,他们呢就搞了一个巨牛逼的一个动作,请习主席啊,亲自来接见这几个人 然后呢,习主席亲自接见嘛,就排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方阵 那好久的应该有一两千人吧,站在巨大的几排,一层一层的是不是 然后习主席挺着那张包子脸过去接见跟前面那几个人握手拍了个照片 然后把这个画面呢,就放到中央电视台头条,习主席亲自接见世界华侨女秀 是不是,结果呢,就被这个什么,一些个真正反共的勇士啊,就给逮住了 是吧,把这个画面啊,网上有搜索,你们看一个啊 就是一张一张的那个照片,把它放大 搞得特别清楚,每一张脸都看得特别清楚 所以好多人在那里说,哟,这里面有一个人我认识的他是谁,他是谁 是不是,所以有人说,每一张脸都是所在国的卖国的 有的是英国的,有的是法国的,有的是德国的,对吧 有的是美国,有的是加拿大的,有的是韩国的,日本的啊 都有这些个货菜的啊,新加坡的都有 每一张脸都是所在国的卖国的,因为现在人工智能 我们查找,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老成语叫暗图索基 是吧,你查准准 这些个人呢,跟中国的什么,所谓的千人计划是一样的 都是出卖当时国利益与中共勾结的卖国贼 是吧 所以现在这些以前这些人呢,他的每一张脸呢 那都是一个党国的最高的机密,花了多少钱呢 搞得这么一个统章王,都知道了,是不是 你以为呢,现在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脸都放出来的 哎,你看有人看到有一个叫梁冠军的人 看出来了,梁冠军是干嘛的,你就网上随便一查,你就查得到,是不是 哎呀,这个习包子啊,有说啊,他身边的那个权力啊 他不受监督,是不是,就没人提醒他 就是你这种事情,你可不可以见呢 可以见,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张扬啊 有那么几千人,排成一排,跟你习主席合个影 所有人都高兴,是不是,全世界所有人,这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是你中国人 都是你早就于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法国人的,好吧 你要保密啊,你说是不是,你不是有毛病吗 说他们这个事情现在闹大了 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了,知道吗 因为你那个中央电视台啊,你现在都互联网,是的 一下子就出去了,你说是不是,怎么得了呢 哎呦喂,真是的 哎呦,现在在追查责任,到底怎么弥补这个事情 没找到别的办法,到底怎么办呢 是不是,麻烦大了,可去了 说无度有偶,说这个美国这边啊 也是迟不迟,迟不迟来不了,找不找的 就来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新闻 说美国有一个叫做波罗顿的这么一个左插城市啊 说中国有一个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也新娘啊,娘立堂在波罗顿被抓了,被逮捕了 FBI,CIA把他给搞进去了啊 说这个新娘的是个美国公民,对吧 但是非法担任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向中共政府提供波罗顿地区的黑名单 参与组织支持中共的各种集会,有头有真相 哎呦,老头儿年纪也不小了,估计很小的时候就突兜到美国去了 完了以后,现在被抓了 你想想,你是一美国人,你这不有毛病吗?你搞这些事情干嘛? 你说是不是,这会儿好了吧? 就是这个孙子被抓,抓得好 抓得好,所以这两件事,它是其实是在一块儿了,你知道吗? 哎,所以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它有好多个极其有价值的信息出现了 首先第一哦,习包子惹出大麻烦啊,惹出大麻烦 我是希望大家这个什么,在推特上你多多去观察那个照片上的这些个人物啊 这些个人物,一个一个的能认一个算一个,把他的所在的信息找到 知道吧,全球,全世界华人有一两千万人 是不是,这几个孙子都一个一个的都给他挖出来 然后向当地的政府举报,是吧,向美国人举报 向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围堵细胞子 为这个武汉病毒的事情搞得是细胞子够呛 你这话是,它不是时候,你说是不是,你应该低调点 结果自己把自己的楼子给捅了 自己把自己的情报给泄露了 你说谁呢?谁有资格卖国呢?是不是 谁有资格卖国?你说只有席包子才有资格卖国 席包子开了个会,装了个叉儿 一下子把所有的这个机密,线人,全是线人一个一个的啊 都给暴露了啊 我认识一朋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土工的侨领啊 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应该不是啊,一男的啊 应该不是 但是我现在看着他的那个行动,我觉得特别奇怪啊 他都好多年没有回中国了 最近回中国,回中国之前还跟我联系,说啊小河啊 说我们好久不见了,我想见你一面 我说可以啊,我说我现在在台湾呢 但是我去台湾找你啊 我这个什么从台湾转机啊 我这个什么从台湾转机啊,先飞台湾,然后从台湾飞北京啊 我说你回去干嘛啊,好久没回去看一看 是不是,哎哟,回去以后啊 这个,当然我是没跟他见面啊 因为我的确我有事,我没想太多 我当时也把他给拒了 拒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担心他是统战分子啊 不是,但因为他是土工的间谍 我说但是真是有事,我家里有事 刚好我要回一趟这个,回一趟国 我就没有跟他见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 因为为什么呢 他过去家是经常批评中共的 现在一回去以后天天发照片 天天发视频 我下,中国太好了 中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 是不是,城市看上去那么的美丽啊 这个国家真是优秀,比美国强多了 是不是,就整个就变成了一个爱国党啊 爱国贼了,知道吧 这完全不是过去的我所认识的这么一哥们儿 干嘛呢 我昨晚晚上就想这个事 我突然想有点悟出来的啊 有点琢磨出来的 也许这孙子回去就是开那个什么 开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的所谓的乔领大会的呀 世界华人华侨联谊大会的 真的啊 然后我们真是捏着鼻子去看那个照片 看了好久没看出来 也许没拍进去 也许他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最好是小心点 真的小心点 不要跟这帮孙子有来往 人出了中国以后 真的不要跟这些个华人来往 说不定他把你给卖了 真的 千万要记住啊 千万要记住 一旦你有所怀疑 赶紧跟你当地的警察联系 真的是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共产党的统战他无所不在 我跟你讲厉害的很 他就花一点小钱 把这些个孙子都收买了 他们赚钱他们赚的舒服 但是把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这个自由生活给毁了 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在内容是强烈的呼吁啊 我们这些个爱自由的反共的 这个我们这些个有常识的人 一定要团结起来 这会儿就盯住这个 席包子在伪京开会的那个 全世界都可以找得到的 这些个图片啊 网上有啊 推特上有 你去搜索好吧 搜索到了以后 你就看一个一个看 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有你认识的人 赶紧举报 赶紧向你当地的警察举报 这帮孙子 整个全世界有一个巨大的 土工的这个间谍网 是不是他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什么商会啊 什么老乡会啊 什么大学啊 什么N9组织啊 各什么媒体啊 多的狠的 无孔不入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这个人呢 第一 我过去是不大猜这些事情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 你搞你的 当你的土工的间谍 关我屁事 我也不是个什么关键人物 是不是 第二 我一直是不主张的人呢 去举报别人的 但是这个事情 它不一样啊 是不是 他他妈那是共产党 它是个公共行为 这公共行为 你按照美国的法律 按照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你们这帮孙子 你在美国你是个美国公民 你干的是代理人的事情 但是你注册的身份又不是美国的 中国在美国的代理人 你是一个美国公民 你说我不举报 你举报什么呀 当然可以举报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因为它不再是个私人事件 我一向我都是这个原则 私人之间的问题 不要动不动举举报 比如说有人在网上骂了句粗话 啊 举报 说粗话 没有意思 你生活中你也说粗话的是吧 没有必要把 把一个完全私人的问题 上升到公共层面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把公共的问题 把它降低到私人的层面 大事化小小事化鸟 那不行 所以我是强烈呼吁大家 全球的热爱自由的同胞们 按头说机 用人工智能去找去查 找到你那些个孙子 习近平给你提了提供的线索 你如果现在还不行动 你对不起自由 行吧 是不是要积极举报 各路土工的间谍 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尤其是在美国 这个间谍是最多的啊 什么日本韩国 什么什么欧洲 稍微少一点 这个反舰里的主战场 他哪来的 就在美国 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啊 你得感谢习包子 是吧 有点意思啊 谢谢